中菜西吃,有一口没两口 吃多了大餐饮集团开的餐厅 咪咪客偶尔也想换换口味 这家主推家宴料理的新开店 空间虽不走大而华丽的路线 但装潢仍旧有形有款 菜单只有580元与780元两种价位 接采个人套餐的中菜西吃方式上菜 前菜中已炸过的三色蛋最特别 外酥内嫩的口感 越嚼味道越香 接着上菜的三杯中卷的口感 新鲜Q弹,调味很下半 比起另一款价格稍贵 肉质细软的豆酥石斑更得我心 而两种套餐都有的脆玉蒸豆腐颇清淡 慢相比口味更令人印象深刻 私房菜萝卜蒸鸡我还是头一次尝到 鸡腿肉与萝卜干,木耳和红枣等一起炊煮 滋味很温润 相较之下台式做法的谷味烧肉就较无特别了 整体说来这里的菜色家常之中不失精致 用餐环境也能充分感受店家的用心营造 不过一人份的上菜与摆盘 也削弱了菜肴的祸气喷香 真是无情好无能好啊 动新闻台中报导